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生活版 有脸皮肤及情分 两段重叠的婚姻 造成三个人难以承受的伤痛 空白的婚姻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2年的5月 高美英回到了居住5年的小区 但是一种陌生的感觉是扑面而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高美英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 没有回家了 这高美英是单位的业务骨干 那么春节之后还被提拔为副科长 那么带领公司好几十个人 做一个大型的项目 这段时间高美英是整天吃住在公司 所以很少回家 现在这个项目结束了 所以高美英就抽出时间回到家中来 当高美英踏进小区的时候 发现小区有很多的变化 自己所住的楼的墙面被粉刷一新 而且底下又开了很多家新的店铺 让高美英感觉到古怪的是 邻居们看他的表情 这表情貌似是有话要说 但是又说不出口 那么一向内向的高美英 从来不愿意跟其他人多打交道 于是他赶紧的直奔自己家的家门走去 想尽快的躲到自己家的那个小屋里去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高美英拿着钥匙 打不开自家的房门 难道是几个月没用的钥匙 不好使了吗 这高美英是边敲门边响 可是敲了半天 这屋里也没有人回应 高美英心想 一定是自己的丈夫出去了 但是他也担心家里别有什么事 高美英的家是在一楼 于是高美英就走出楼门 走到了北阳台的窗下 高美英透过阳台看自己家的客厅 这么一看 让他给呆住了 原来客厅已经是焕然一新 崭新的家具 全新的家电 粉红的窗帘 红艳艳的玫瑰 高美英心里就在想 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 原来的那些东西又哪去 难道自己走错门了吗 高美英又回到楼门里 去看 结果门牌号没有错误 其实高美英连自己家的门牌号 都不敢确认的原因 除了因为忙于工作 很久没有回家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自己和丈夫的紧张关系 进不了门的高美英 转念一下 难道是丈夫为了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给自己一个精神吗 高美英的丈夫呢 名字叫做谢辉 这谢辉呢 是家中的独子 所以打响呢 就在父母的宠爱之中长大 那么这谢辉呢 也慢慢养成了少爷被伺候的这种作风 这谢辉啊 非常喜欢那种轻松的工作 喜欢享受这种快乐的生活 那么相对于谢辉来讲啊 这高美英啊 就要勤奋的很多 这高美英啊 在单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加班狂 深得单位领导的这种赏识 两个人结婚之后呢 因为高美英经常的加班 所以啊 这谢辉呢 是没少数了他 说的 你整天忙忙忙 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你什么时候能在家多陪我一会儿 你看看我自己整天空荡荡的 守着这么一个房子 每听到这些丈夫数了自己的话呀 这高美英的心里呢 也不是滋味 但是他转移一想 我现在都忙成这样的 你不仅不帮我 反而还埋怨我 而你呢 工作那么轻松 家里活呢 是样样都不干 整天等着我来伺候你 这时间久了啊 高美英和谢辉之间的交流呢 就越来越少 这感情呢 也变得越来越淡 那么因为高美英的家呢 离单位呢 非常远 所以有的时候一忙起来呀 他晚上呢 干脆就不回来了 住在呢 单位的宿舍 尤其是近期接了一个大项目之后啊 更没有时间回家了 一开始的时候啊 周六日还能回家里看看 后来忙起来啊 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了 可是啊 正当高美英忙得火急火燎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这个电话呢 是人民法院打来的 法院呢 电话通知高美英 说你的丈夫谢辉 已经起诉你离婚 请你呢 到法院 我们组织为你调解 这个电话打来之后呢 让高美英简直就气炸了肺 放下电话 这高美英啊 心非常的生气 他心想 你谢辉这是在玩什么呀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忙吗 我有上千万的项目要了结 有好几十口子的人 在等着我组织他们干活呢 你倒没事找事 要跟我离的哪门子婚啊 要调解 你自己调去 我可没时间陪你玩 所以呢 高美英对于谢辉 所提出的这种离婚呢 根本就没在意 再加上啊 他生谢辉的气 所以呢 索性给谢辉 连个电话都不再打了 那么眼下啊 这个项目啊 眼瞅着就要忙完了 这高美英啊 终于有时间 可以抽空啊 要回家来看看 以为丈夫想要缓和关系的高美英 来到了自己家主卧室的阳台 透过阳台 他发现卧室里的床 也换成了浪漫的大圆床 而且床头的上面 还挂着巨幅的婚纱罩 当高美英仔细看清婚纱罩的时候 他一下子梦中了 高美英看到这巨幅的婚纱罩里 自己的丈夫正含情默默的看着新娘 这新娘又甜又美 但是这新娘并不是他高美英 而是一个自己根本不认识的陌生女人 此时的高美英啊 感觉到天旋地转 他马上啊 掏出手机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 他就在电话里呢 质问丈夫为什么家里变成了这样 这社会啊 就好像有准备似的 直接对着高美英冷冷地说道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没什么变化 家具换了 家电换了 女主人我也换了 你不会是这点智商都没有吧 这高美英啊 心就一痛 他说 难道你跟别的女人又结了婚 当然了 我结婚有错吗 您是领导 你那么忙 你哪有时间管我呀 就连离婚这么大的事 你都没有时间搭理我 难道你让我自己的婚姻 还就这样继续的空白下去吗 既然你打电话了 咱们就把话说清楚 高美英 从今以后 我走我的阳关道 你过你的独木桥 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说完这谢婚呢 啪了一下就挂断了电话 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谢婚家的女主人真的换了吗 这女主人怎可能是说换就换 那么婚纱照上的这个陌生女人又是谁呢 曾经看似平静的婚姻其实危机似乎 你别在那揣着明白装糊涂 到底为了谁我不想揭穿你而已 面对丈夫再次结婚的事实 妻子如何反击 实在让自己太气愤了 而且这对自己就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和打击 两段不完整的感情 只留下一段空白的婚姻 空白的婚姻正在播出 原来自打高美英从家里搬出去之后 这谢婚在家里是更加的放纵了 因为她回到家之后没有什么事 所以打发自己时间就是上网聊天打游戏 那么在上网聊天的过程中 她就认识了一个女网友 这个女网友名叫田田 两个人在网上聊的是甚欢 每天晚上从文字聊天到视频聊天 一直聊到后半夜 那么有一次谢婚就约田田出来见面 这田田比谢婚小好几岁 小鸟依人的样子 这谢婚对她非常喜欢 那么这田田对于眼前这个大哥 也表示出了好感 所以两个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那么慢慢的这田田就知道了 谢婚是一个有父之父 所以她就开始犹豫 要不要跟这谢婚继续的交往 而此时的谢婚就诉苦道 说田田你可不知道 我的那个老婆跟没有一样 这几年我可受了大罪了 她天天的不着家 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家 没人管没人疼 我好可怜 听到谢婚这样叙述自己的委屈 这田田也觉得这大哥确实挺可怜的 跟这大哥继续交往 但是这田田永远过不了一个坎 那就是这谢婚毕竟是一个有父之父 所以她还是决定要跟这个谢婚分了手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 让田田又回到了谢婚的身边 原来就在田田离开谢婚后 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年纪尚小又不懂事的田田 一时没有了主意 她又回来找谢婚 问谢婚怎么办 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虽然这谢婚跟高美英结婚几年了 但是高美英一直忙于工作 所以一直拒绝要孩子 听说田田怀孕了 这谢婚乐得差点没蹦起来 说亲爱的你有什么愁的 这可是大好事 我告诉你吧 我马上就可以离婚 跟你结婚 这谢婚也真的是说到做到 第二天一大早 她就一纸诉状起诉到人民法院 要求和高美英离婚 那么当天晚上她回到家里 就拿着法院的立案通知书和起诉书 告诉田田 说自己和高美英已经在法院办理了离婚手遇 马上就可以和田田举办婚礼 那么田田到此时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她就依从了谢婚的这种安排 于是谢婚很快的把家里的旧家具家店全都低价变卖 换了崭新的一套 而且更换了门锁 还花高价钱拍摄了一组奢华的婚纱照 就这样田田就成为了高美英家卧室里婚纱照上的那个女人 拿到这纸判决的谢婚一下子傻了眼 心想自己所有的计划全都泡汤了 她本以为起诉高美英之后就可以顺利的离婚 这样就可以顺利的把田田娶回来 可此时又怎么办呢 谢婚犯了难 但是她想此时又不能把这个结果告诉田田 如果告诉田田田田肯定会不同意 那么自己之前所有的辛苦就白忙活了 那怎么办呢 她心想既然我已经提出跟你高美英离婚了 那么我就跟你立离到底 虽然这次没离城 下次包括下下次我一定要跟你离城 这谢婚就隐瞒了法院没有判决 她和高美英离婚的事实又在筹备着她和田田的婚礼 那么在举办婚礼之前 田田就提出来要求要先进行登记 谢婚就撒了个谎 她对田田说高美英阻止自己和田田结婚 于是把户口本给偷偷的拿走了 现在没有办法进行登记结婚 她和田田说 咱们现在马上就办的事情就是举办一下婚礼 这样一方面你可以名正言顺的在家安心养胎 另一方面让高美英也觉得咱们俩已经生米煮熟了熟饭 所以她很快就会把户口本交给我 咱们俩就可以顺利的登记结婚 看到谢辉安排的如此周密 又为自己着想 于是田田就答应了先和谢辉举办婚礼 那么在2012年的五一 谢辉和田田在家里就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婚礼 结婚之后 由于田田的胎位不正 又有这种流产的征兆 再加上谢辉每天白天还要去工作 于是谢辉就给田田找了一家看护医院 那么自己下班之后再过来陪她 所以当高美英回到家的时候 这田田和谢辉根本就不在家里 高美英在自己的家门口遭到了意想不到打击之后 气得是浑身发抖 这高美英走出小区之后 就静止来到了律师事务所 他向律师做了咨询 律师告诉他 根据你所描述的情况 你的老公有可能涉嫌的是重婚罪 虽然谢辉的做法让高美英非常气愤 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和打击 但想想他们毕竟是夫妻一场 不愿意亲手把自己的老公送进监狱 他决定再给丈夫一次机会 也许能够挽回这段婚姻 可是事与愿违 高美英不仅没有挽回自己的婚姻 反而使得他和谢辉的婚姻 彻底的走向了决裂 高美英就打电话 约谢辉见面一起商谈 见面之后 谢辉就表现得不耐烦 他对着高美英说 咱们俩还有什么可谈的吗 高美英说 看在咱们俩夫妻情分的一场上 如果你现在能够知错就改的话 我愿意给你一次重新的机会 听到情分二字 这谢辉啊 咆哮着对高美英说道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情分 你自己拍被良心想一想 结婚这几年 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对得起我吗 你在家待过几天 给我做过几次饭 陪过我多少次 到现在连个孩子也没有给我生 你还有脸提夫妻情分 高美英一听呢 也生了气 说我这样做不全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吗 为了这个家 谁知道你为了谁呀 高美英 你别在那揣着明白装糊涂 到底为了谁 我不想揭穿你而已 那么听到谢辉这样一说啊 这高美英啊 也是气不大意出来 他对着谢辉说 好 我今天给你这个机会 你不珍惜 那咱们就走着交 将来一旦走到法院的时候 吃不了 让你兜着走 谢辉呢 也毫不示弱 吃不了兜着走的 那就看到底是谁 你要胆敢告我的话 我就去告你 谢辉呢 又回到了看护医院 就对田田告诉了 他和高美英谈的情况 这田田呢 就开始被他担心 说如果高美英 真的举报你 该怎么办啊 这谢辉说 没关系 有他举报我的 我就举报他 你放心 我有他的把柄在 丈夫重婚 东窗事发 妻子最终的选择是 绝情还是无奈 高美英啊 不仅举报了谢辉 而且呢 还举报了田田 举报的罪名呢 就是重婚罪 两段重叠的婚姻 造成三个人 难以承受的伤痛 他没有想到 自己一时的放纵 给落了一个 重婚的罪名 选择分手 留下的只是 空白的婚姻 空白的婚姻 正在播出 高美英啊 不仅举报了谢辉 而且呢 还举报了田田 举报的罪名呢 就是重婚罪 面对这种指控啊 谢辉呢 是坚决不认罪 他说了 我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 这就表明啊 我有要和高美英 离婚的这种意愿和想法 而且我一直没有动摇过 我就是要坚决和高美英离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就应该允许我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那么讲到这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谢辉的这种说法 在法律上是否能够成立 我们说谢辉的这种说法 其实混淆了离婚的申请和离婚判决的区别 这两个概念啊 在法律上是不一样的 离婚申请的只是一个诉讼程序的开始 表明啊 当事人要通过法院起诉自己离婚 那么这并不代表着自己一定就能够离成婚 而离婚判决呢 是对自己实体权利的一种处分 只有法院判决了离婚 你才可以有权利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也就是谢辉口中所说的 可以寻找自己另外一半的幸福 那么此时的谢辉的又说到 说我和田田啊 根本就没有登记结婚 所以你们指控我犯重婚罪是错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再看一下 法律上关于重婚罪的一些规定 我们说重婚罪啊 很好理解 那就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 或者是呢 与之以夫妻的名义 共同同居生活的 在这里呢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啊 列四个公式 很好地来理解什么叫做重婚 第一个公式 法律婚加法律婚等于重婚 第二个公式 法律婚加事实婚等于重婚 第三个公式 事实婚加法律婚不等于重婚 第四个公式 事实婚加事实婚也不等于重婚 也就是说 只有一段合法婚姻的存在 无论再附加一个法律婚 还是再加上一个事实婚 都会构成重婚 当然了 这里所说的事实婚呢 并不是指的事实婚姻 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呢 现在并不承认事实婚姻 而对于这种所谓的事实上的婚姻呢 都按照同居处理 而法律上对于同居呢 也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 是一般意义上的同居 第二种呢 是以夫妻名义 共同同居生活的重婚 这两点呢 在法律上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对于本案中 谢辉呢 和田田呢 举办了婚礼 以夫妻的名义啊 同居生活在一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能否符合法律上所规定的 重婚罪的情形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法律上的明文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行后 发生的以夫妻名义 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 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 有配偶的人 与他人以夫妻名义 同居生活的 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 而与之 以夫妻名义 同居生活的 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 那么通过刚才的这种法律规定啊 包括刚才所讲的事实 我们知道法院呢 并没有判决着谢辉和高美英离婚 那么也就是说 谢辉和高美英的婚姻啊 在法律上依然是受到保护的 在这种情况下 谢辉呢 又和田田举办了婚礼 并且呢 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在一起 这就完全符合法律上规定的 重婚罪的情形 最终啊 人民法院判决谢辉构成重婚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田田并不构成重婚罪 因为他不具备重婚罪的构成要件 也就是说 他并不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 以夫妻名义 同居生活在一起 这是因为啊 这谢辉呢 自始至终都对田田说 已经和高美英离了婚 所以啊 田田根本就不知道 只是啊 田田并没有看到最终的离婚判决 而轻易的相信了谢辉的这种说法 面对法院的宣判 谢辉当庭表示 要举报一个人的犯罪 他要举报高美英犯重婚罪 谢辉的话一落音 旁听席上的人立刻炸开了锅 高美英怎么也犯重婚罪了呢 此时的高美英是满脸通红 他直指自己的丈夫谢辉 对自己是血口喷人 简直就是栽赃陷害 没想到啊 这谢辉冷冷的对着高美英说 哪个男人愿意给自己的头顶上 戴一顶绿帽子 高美英 早就有人给我打电话告诉过我了 你的提拔是因为你们单位的 那个李处长 你从家搬出去到宿舍住 更是为了那个李处长 更难听的话 我想今天就不说了 我找田田怎么了 你自己不也是婚外有人了吗 听到谢辉这么一说啊 这高美英这脸是一红一白的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庞庭席上的人啊 都坐不住了 是议论纷纷 那么这谢辉是对高美英造谣重伤 还是这高美英跟这个李处长 真的有一些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 这对相互指控对方犯重婚的夫妻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这个李处长又是谁 这个李处长呢 是高美英的顶头上司 四十多岁 有老婆 有孩子 高美英单位的人啊 都知道高美英呢 完全是这李处长啊 一手提拔起来的 这李处长啊 对高美英非常信任 把他呢 列为单位的义务骨干 有什么重大的项目呢 交给高美英带头去做 有什么争光露脸的机会呢 也留给高美英 慢慢的呀 这单位的很多人呢 就开始嫉妒高美英 而且呢单位的人啊 慢慢的发现 这李处长啊 经常和高美英一起外出吃饭 而且呢 自打高美英搬到单位宿舍之后 他们还亲眼看到这李处长啊 有几次到宿舍去看望高美英 谢辉说 有一天呢 他在家里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 打来的电话 电话中说的 你好好管管你自己的老婆 有自己的老公 还要叫别人的老公 你可真行 让他搬到单位的宿舍里来住 难道就是为了让他方便和领导偷情吗 他放下电话呢 就在想 既然你高美英在外面也找了其他的男人 那么我找田田也无可厚非了 再说此时的谢辉呢 心里已经不再放下高美英了 所以呢 他没有追究这件事情 但是呢 没有想到高美英居然举报了自己重婚 最后啊 还被法院判了刑 所以呢 他今天呢 要必须把这个事情给捅出来 那么这件事情啊 慢慢的就由之前的三角关系的混战 加上李处长的存在 加上李处长老婆的出现 变成了五角关系 那么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啊 最终啊认定 说这李处长和高美英啊 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同事关系 之所以提拔高美英 那是因为他的业务能力表现非常突出 而李处长跟高美英出去吃饭 包括去宿舍看的 只是出于啊 对下属的这种关心 那么经过调查呢 认定啊 高美英并不构成重婚罪 这边啊 谢辉刚刚举报完高美英 那边呢 高美英又对谢辉提起了诉讼 这一次呢 是高美英到法院主动要求和谢辉离婚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啊 高美英啊 也自己在反思 说这么多年啊 自己确实对家庭呢 是有愧疚的 对自己的丈夫呢 也是愧疚的 但是他反过来想 自己对家庭是忠诚的 而丈夫的所作所为 对自己的伤害 是没有办法能够弥补的 最终啊 他决定要解除这种婚姻 那么法院呢 也判决高美英和谢辉离了婚 田田呢 本来就有流产的征兆 经过这一系列的折腾之后啊 最终呢 还是流了产 这田田的也埋怨自己 当初啊 对于这谢辉啊 还是太细认了 同时呢 他也自责 不应该爱上一个有父之父 既破坏了别人的家庭 又让自己落得了如此的惨状 于是呢 带着痛苦 这田田呢 就离开了这个城市 再说着谢辉 每天在监狱里服刑呢 他都后悔不已 他没有想到自己一时的放纵 给落了一个重婚的罪名 他觉得对不起那个又年轻 又对自己细认的田田 那么对于高美英 他也感觉到愧疚 谢辉此刻的心呢 是空荡荡的 他的心中啊 曾经有过两个女人 有过两段姻缘 而此刻却只剩下一片空白 观众朋友 感谢收看法律讲堂 再见